全国大选马上就要来了 请问各位观众 你感受到现在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会影响你的投票决定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婉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我国选民将在这个星期六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出新一届的联邦政府 在这个时刻 我国的经济情况对选民的决定 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彭博社就整理出多张图表 让我们用图表来了解当前大马的经济局势吧 首先 是我国整体的经济状况 大马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第三季是增长了14.2% 表现非常强劲 服务和制造业的需求持续强劲 很可能帮助大马经济避开明年衰退的命运 下来是我国失业率 9月份的数据是3.7% 已经接近回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但各个种族之间的失业水平有差别 马来人的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按照地域区分的话 沙巴在第三季的失业率将是8.2% 仍远高于疫情爆发前的高峰5.3% 东马的经济情况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 下来看看通过膨胀就像其他国家 大马人民也在面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 排除了价格波动大物品 我国核心通胶率9月份触及7年新高的4% 令吉走势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今年美元对令吉走强 令吉汇率从年头的4.1多变到现在的4.5多 这增加了大马食物进口的成本 导致国内物价压力恶化 下来看看我国的利率情况 国航跟随其他国家央行对抗通胀的脚步 今年连续四次升息 现在的隔夜政策利率在2.75% 还是低于疫情前 看来似乎还有升息的空间 最后彭博社就点评到 最新的经济指标展示出好坏参半的我国经济表现 但是生活成本上涨和令吉走弱 可能会影响选民们的投票决定 来看看国际新闻 股神巴菲特又出重手了 这一次他瞄准的是台积电 总共砸了41亿美元 买进超过6000万张台积电的美国存托凭证ADR 巴菲特的博客下在最新的申报上披露 今年第三季疯狂捞底台积电 现在这家全球最大芯片生产商 已经登上股神持股的第10名 巴菲特以前一直不碰科技股 说他看不懂 但最近开始也跟上潮流 除了重仓持有苹果之外 现在还要把苹果的神队友台积电也拿下 而且巴菲特这一次的操作 看来又是一次典型的捞底 和其他科技股一样 台积电今年放慢了投资 股价跌了不少 最低跌了超过40% 不过该股11月迎来大反弹 这个月已经大涨超过20% 尤其是股神入股的消息传出之后 台积电今早更是跳空开高 全天大涨8% 国有气体昨天公布了第3次 结果净利是比去年同期跌了27% MIDF研究认为这个业绩不太好 也低于预期 行家认为 软气市场会继续波动 难以预测 国有气体下来的业绩 也会受到大马软气参考价上涨 和令吉汇率的波动冲击 当然 国有气体有着气体处理等等的长期合约 还是可以支撑着公司的稳定收入来源 行家在调低盈利预测之后 维持国有气体综合评级 目标价是17令吉27仙 下来看看XC产托 这次产托计划配售1亿股 接近总股数的7% 来筹集1亿7800万令吉还债 风龙同行研究就计算出 配售分薄了股权 同时节省了利息成本 这样一来一回的情况下 股东的每股收益最后还是被摊薄 大概1.5% 但是还了债 财务就更健康 XC产托就可以有更多空间 准备买进新资产 造福股东 所以行家中和看待最新进展 继续给出买入评级和1令吉 99000目标价 来看看下一只股项 创建集团NGB的雪州梦想家园 可负担房屋项目 不能按时推出 原本定在8月推出的龙溪项目 拖到10月尾才推出 另一个计划在10月份推出的项目 看来需要拖到明年了 新业投行研究认为 这会引发骨牌效应 项目一个接一个推迟 工程进度收入也跟着被拖慢 未来三年的盈利都被砍了不少 不过 行家表示 创建集团现在股价太低迷了 股值比吉隆坡建筑指数 还低了两个标准差 低得不合理 所以还是建议买入 虽然目标价已经砍到62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年